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什么是习惯呢 在这个开播之前呢 我在这个网上也搜索了一下 但到底什么是习惯呢 在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 习惯呢就是经过不断的实践 而且逐渐的适应 也只在一定条件下 完成某项活动的需要的行为模式 从这句话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习惯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个是呢什么呢 是需要经过长期重复的做 第二个特点呢 是逐渐养成的 而且呢养成之后 是一种不自觉的活动 因为习惯的这两个特点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生长在南方的人 在他的饮食习惯里 大米就是他主食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食 你看我们如果有 在南方生活过的朋友呢 都会知道 在南方人有一个生活中的 一个小习惯 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小习惯呢 南方人可能现在这个特别城市人 生活节奏比较快 所以呢他们的习惯性的 每天早晨起来蒸一锅米饭 然后呢中午回来的时候 米饭已经蒸好了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炒几个菜 中午呢就吃蒸米饭 但是呢他们会习惯性的 在蒸饭的时候会多蒸一些 也就是说中午蒸过的米饭是吃不完的 这个时候他们晚上剩下之后 这个米饭会干嘛呢 就用开水一冲 就是晚上的晚餐 但是呢如果这样的习惯 你放到北方的话 你会发现北方人拿开水冲米 吃完之后他会闹肚子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走到了到了我们北方 北方人就习惯吃面 而各种各样的面食 那米饭呢在北方人的食谱里面 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调剂 可能三两天吃一顿 但更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面食 什么米这个面条啊 包括馒头啊 包括花卷啊烙饼啊 但是你到了南方 这些人如果你天天让他吃面的话 他就胃口就受不了了 那同样呢还有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在西南和西北地区 人们一顿饭 每一顿饭都离不开辣子 可能是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 你像西南比较潮湿阴冷 西北呢又比较阴冷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当地生活的人就养成了习惯吃辣的习惯 那么同样在东南呢 像上海一带江浙一带 人们就喜欢吃甜 所以我们生活中就不断的事情 是被习惯所牵引着走 所影响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看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会发现 每天早晨 大约几点起床 洗脸时是用温水 还是用凉水 包括上班时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到了单位 首先干什么事情 这一连串的行为呢 其实都是 到底是精心思考以后的安排 还是不加思索的习惯使然呢 毫无疑问 正是习惯帮助我们选择和安排我们生活中的这一切 伟大的科学家裴根请说过 习惯呢 是人的第二天性 习惯呢 就像人类心灵深处的发动机 一旦它开始运转 就会悄悄的操控着我们的人生 我们知道了有一些在我们生活夫妻相处过程中 我们到底该怎样和我们的老公和我们的爱人去相处 我们每天呢 可能从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更多的去看它的好处 就像我们经常说 那么到底什么是夫妻之间真正的爱呢 那么答案都是只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什么是对夫妻之间真正的爱呢 就是夸奖赞美欣赏老公 而夸奖赞美欣赏的背后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看待我们对方身上的优点 还是缺点 如果你每天去盯着对方身上的缺点 你会发现你生活里每天都充满了困苦和烦恼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通过学习 通过我们更多的老古友的分享 我们会发现有一天我们看到对方身上 逐渐的每天都能发现对方身上的好处 或者找好处 或者说他身上的优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生活潜移默化的 就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 就像我们夫妻生活中一样 那么这样的一些观点来自于什么呢 就来自于我们柯英路老师的两本书 一个呢 就是我们柯英路老师写的婚姻诊所 第二本书呢 就是好父母胜过好学校 虽然好父母胜过好学校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子女教育的问题 但是呢 它里面提到的八字原则 就是夸奖 赞美 鼓励和榜样 这八字原则呢 同样适用于我们夫妻之间 我们几个老姑友一起去野外去玩的过程中 我们发生的一些小乐趣 或者说一些小快乐的事情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这个很长时间 老姑友之间没有那个 就没有线下见面了 所以呢 我们的学习只能通过网上 所以呢 在一段时间的这种 不见面之后 大家的内心都是非常愿意 愿意什么呢 聚到一起 就是说我们在上周 上个星期我们成行了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相约 去到了我们保定市的 保定市郊外的生态园 我们在那里呢 有一个老姑友 在生态园的旁边有一个梨园 包了一小片菜园 自己种了一些小青菜啊 包括一些小蔬菜 然后呢 在他的相约下 我们去去到他的小菜园 然后我们一起去 做点好吃的 因为菜园呢 菜园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 他们提供这个土造 就是可能岁数大一点的 朋友都知道 就是原来呢 在农村会有那种 烧柴火的土造 然后呢 因为知道当地有土造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要去做 做一锅这个杂 大会菜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做大会菜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 这里面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啊 就是说什么呢 比如说 哎 我们在我们在开始准备这个菜的过程中 大家会指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在生活中的这种小习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 我在做这个 特别是在做荤菜的时候 我的习惯呢 是在荤菜 做荤菜之前呢 一定要用开水 把切好的荤菜 在开水里面要去充分的去浸泡一下 把这个荤菜里面的血污啊 包括一些油污 把它充分的浸出 那么同样呢 我们另一个固有的 它的习惯呢 就是什么呢 切好之后呢 它会用开水 直接放到开水里面 然后呢 直接就捞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你看习惯就来了 它虽然说 在我们这样这个做荤菜的过程中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插曲 但是呢 这样的插曲 你就会发现在生活中 这样的插曲 是很什么呢 是非常常见的 特别在我们夫妻之间 当时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什么呢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什么呢 我说谁是主厨 因为老老姑友和一些老朋友都知道什么呢 我是大厨世家出身的 因为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农村红白喜事的大厨 所以呢 从我幼年刚开始懂事 刚开始会跑就开始 几乎只要爷爷去给人家做大席的时候 我都是在灶台前的 所以呢 从小耳鱼目染 在这样的耳鱼目染之下 我做菜 虽然说不是一种科班畜神 但是呢 慢慢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 什么思维呢 我每次去看到不一样的菜 或者去饭馆吃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吃的菜 我都会去思考 这个菜里面用的哪些调料 然后回到家中呢 我都会什么呢 我只要回到家中 我略加思索 基本上都能做出来个七七八八 所以呢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这次呢 做饭的任务就交给了我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 习惯就非常自然了 既然大家已经把大厨的任务交给我了 那么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是不是大家因为已经确认我做的会比较好 但是呢 虽然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 但是依然在做菜的过程中 你看 别人会的 就是另外一个老姑友 他会的 他就跑来了 他说哎呀 你这个 进的这个鸡块 因为当时我们做大会赛 做的是鸡块 你进的这个鸡块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太长了 是不是有点老 或者说太长了 是不是 是不是营养就丢失了 你看 他的习惯就促使他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我心里会怎么想呢 我内心其实生出的想法是 你哪儿凉快 哪儿去吧 为什么呢 在我的印象里 或者说在我的做饭的这种经验里面 你如果在这个浸 这个荤菜的过程中 如果你不好好把它浸透的话 那么荤菜自身的一些新荤味道 它就会影响最后你做出菜的香味来 所以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而且你已经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了 那你等着吃就好了啊 你任何的一种建议 在你的意识里面 或者说从你的角度看 你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但那只是你以为 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或者说从主巢人的角度来说呢 就会发现 你这样的看似建议 其实呢 内在的好像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我们都会自然的产生反感 就说你内在的是对我的不信任 你没有办法信任我 你才会在那里指手画脚 大家发现了没 对做事的人来说 你在旁边任何的建议 哪怕你说的是对了 你哪怕你说的对了 但是呢 在对方的潜意识里面 你都是在指责 甚至是指手画脚 你看我们生活中 夫妻之间这样的小环节 或者说这样的小场景 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 刚才讲到的是做菜 比如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 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小细节 什么样的小细节呢 你发现 在家里面干活的 好像永远是干活的那个人 然后在旁边看稀号的 或者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 永远是指手画脚的那个人 你会发现 当一个人习惯干活的时候 他去拖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越是不干活的人 越会在旁边指着你 告诉你 一会儿告诉你 哎呀你这个水 你看有的习惯 再说细一点 越细我们生活里面 会越发现一些深层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 你看有的干活的人习惯什么呢 就拖地这件事情来说 你看我的习惯是什么呢 当然了我不是每天都拖地 我只是偶尔拖一拖 然后我的习惯是什么呢 我拖地的时候 一般习惯性 至少拖两遍 然后第一遍的时候呢 拖布里面的水会比较多 会把整个地面拖的 整个水特别多 说的拖的特别湿 然后呢 我第二遍的时候呢 会什么呢 我第二遍的时候 就会把拖布拧得干干的 然后把整个地面再拖干 你看这是你的习惯 而且你觉得 我觉得这样做什么呢 这样做地会拖得比较干净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遍水多一些 你地面的一些陈灰 或者说一些 粘在地上的灰 它会因为水多 它会气润软化 然后第二遍 你把拖布出 弄得干一些 你就可以把灰尘和水分全部吸掉 但是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了 当我干活的时候 可能我的家人 或者是我的爱人 或者是家里的老人 就看到我干活的时候 他会发现 你看你把地上弄得到处都是水 你不能把水拧得干一点再拖吗 他没有看到我背后的 我自己的干活的习惯 他只是从他干活的习惯角度 他又开始的指手画脚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脾气好一点的 可能会默默的不吭声 干自己的活 那么遇到一个爆脾气的人 直接就会说 说说说 说什么说 你又不干 还在这指手画脚 甚至有的脾气再爆的 指甲把吞扑托布什么的 直接摔在地上 你自己干吧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 但是呢 正是因为这些看似很小的一些习惯 造成了我们在我们夫妻生活中的 到底是在夫妻生活中 是经常的幸福快乐 还是矛盾重重 而这样的习惯呢 其实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苏碧小乔流水问 我5月11日开始第5次弊鼓 和魏说 这次弊的时间长一些 在第14天的下午看到老公吃饭 没忍住 吃了好多 那就和魏说复食吧 可是呢 第二天不饿 一直到下午也不饿 可下午还是没忍住 又吃了点 昨晚上胃疼 这就是不自爱的表现吧 早上我又和魏说接着弊 以后绝不再犯错 今天魏好多了 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魏特别舒服 心情也高兴 精神也特好 功课也在做 我感觉魏宝宝特别知道我的心理 我是想这次弊长一些 我特别感谢我的魏 感谢我的身体 这样理解对吗 你理解的非常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闭谷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顺用我们身体的反应 或者说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很多老公有在闭谷时间稍长的时候 我们偶尔的有点馋 或者说我们偶尔的遇到特别想吃的东西 吃几口也没有关系 关键是吃完之后我们内心不要纠结 吃了就吃了 然后呢 第二天我们如果还是不饿 那么就可以接着闭下去 而不要因为我们吃了这一口 我们就去强迫自己复食 因为一旦你强迫复食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不舒服 因为什么呢 核心在于你内心还是希望必长一些 而且你的身体还在闭谷的状态中 所以呢 最核心的是不要纠结 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选择复食 这个时候只要和我们的胃宝宝 好好的做一下沟通 我们就复食就好了 如果你想接着闭下去 那么偶尔的吃一点也没有关系 一定要找到这种顺其自然的感觉 这才是最核心的 聊幸福说 我爱人无论是扫地还是拖地 我都认为不干净 可是我爱人就是那样的习惯 我一说就不让 所以我以前就自己干 现在通过学习 他干不好 我也不说了 对对对 聊幸福说得非常好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因为生活的这个 就是从小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所以呢 每个人在他的人生中 有自然而然的一些生活习惯 包括一些思维习惯 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夫妻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需要一定的磨合的 而这种磨合就是一个互相理解和同化的过程 如果这个磨合 没有人去醒悟 没有人去思考 没有人去妥协的话 那么这个家庭就充满了刀光剑影 会把本来幸福的一个家庭 过得整天充满了烦恼和痛苦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当我们理解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因为我们的理解 我们开始尊重对方的习惯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生活简单了很多 也快乐了很多 就像我们正常说 如果我觉得他脱不干净 我可以在他不在家的时候 我再拖一拖 如果我觉得他不好好干 或者说他不想干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调整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他偶尔想干的时候 我们及时的夸奖 及时的赞美他 然后让他乐于去干事情 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改变 你会发现 其实生活中好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只是因为我们是去选择接受对方 我们还是去想要改变对方 当我们学会接受对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对方也愿意听我们说一些事情 或者说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但是呢 当我们总是想改变对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越是想改变对方 对方越是跟你对着干 甚至呢 对方越是反感你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所有的学习 最终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 GA我爱宇宙 我今天壁谷第二天 天行剑刚回来 心情超好 也不渴 也不饿 想吃几个瓜子 可以吗 应该是 也是一个新骨友 可以 吃就吃吧 吃几个瓜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呢 作为很多新骨友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 尽量的也是不要吃吧 但是实在忍不住 吃就吃 包括我们 给很多新骨友 我们有些建议 在初步刚学的壁谷的时候 对自己不要要求那么严 比如说我们馋的时候 可以建议大家去 可以吃几颗小枣 然后呢 吃枣的过程中呢 要在嘴里面细胶慢咽 然后吃完之后 把枣糊不要吐 可以用枣糊呢 在我们嘴里去多含一含 多转一转 这个时候呢 会缓解我们 一是缓解我们这种 馋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 因为我们在枣糊 转的过程中 我们口内的这个 经验会比较多 也可以什么呢 缓解我们这种 馋呀 包括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作为新骨友来说 刚开始去体验壁谷的时候 偶尔的还是会 到了饭点 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些饿的 然后通过我们 细嚼慢咽的去嚼小枣 然后通过我们含这个枣糊的 这样一个动作呢 可以缓解我们 饿的这种感觉 就像什么呢 我们一边嚼一边转 还可以一边意念想呀 我在吃大餐 这样的话 对我们整个壁谷的状态呢 会比较好的 有一个促进作用 反正我是习惯这样 一个枣糊可能会含半天 然后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有什么呢 我们在吃枣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天 不要超过九颗 然后呢 也可以吃几瓣苹果 然后每天呢 可以准备一个苹果 切成几瓣 当我们馋的时候呢 可以嚼几瓣苹果 这样都是一种挺好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去试验一下 避古的核心 不仅仅是避改无故 而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吃 当然了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偶尔的有一些人可能 在初学的时候 如果什么都不吃 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这里 也有一些半壁谷的方式 而半壁谷 就像我刚才讲的 半壁谷时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 吃红枣和苹果 其他的不建议大家吃 只有准备功课做好了 在壁谷的时候 才会更顺其自然 针对新人 如果只是想学壁谷的话 你好好的去回放 收听一下 我们壁谷前的准备功课 只要你按照我们平台的壁谷准备功课 讲解去好好的学习 那么你就能在家学会壁谷 而我们的壁谷准备 壁谷心法 我们壁谷营里面的壁谷心法呢 更多的是讲一些 我们在生活 在学习和在我们日常的日子里面 对于一些心态谷谷整法 对于一些心态谷整法 类似的一些东西 是整个对我们人生观的一种学习 所以呢 作为新雇佑来说 还是以壁谷前的准备功课的学习为主 大家在这里叫我心之田就好了 咱们这里没有老师 我们呢只是比大家来得早一点 然后呢有了自己的一些体验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在这里没有老师一说 大家叫我心田就好了 壁谷期间心慌冒汗 正常吗 正常啊 首先正常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身体的原因 所以说在刚开始壁谷的时候 特别有的骨友在正常 大部分骨友可能在三到四天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心慌 心慌呀 冒汗呀 包括这种身体乏力呀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当然了 如果你心慌的特别厉害 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 复食就好了啊 如果说心慌的不厉害 这个时候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们要适当的增加一些天行健 特别是在这个心慌冒汗呀 包括身体乏力的时候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 我们认为身体乏力的时候要躺下来休息 但是呢 在我们这里 越是心慌乏力的时候 我们很多老骨友走过来的经验 都是什么呢 越在这个时间 我们越要适当的去增加一些天行健 反而你在增加天行健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身上的乏力的状态 会越来越好了 你会能顺利的经过 当然了 这个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什么呢 出现这样的现象 也代表着我们前期的 闭鼓前的准备功课 做的不太充足 如果闭鼓前的准备功课 做充足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闭鼓的时候 这样的类似的反应 就会很少 或甚至没有一点反应 会正常的进行闭鼓 辽易余悦问 闭鼓七天 复食两天 一直没有大便正常吗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大部分人复食之后 直接就会有大便 两天还可以 不算太多 你可以再看一看 如果时间再长还没有的话 那么需要看 就看一看去 因为可能是身体一些机能出现问题 当然了 也根据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选择去医院看一看 也可以选择什么呢 也可以选择去感受一下 你身体的什么呢 身体的反应 如果你身体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也不觉得难受 这个时候也没事 也可以再吃一些什么呢 吃一些易消化的东西 慢慢的去调整一下 然后看看再说 王鸿说 血糖高 跟一位医生学的 叫芥粉 芥淀粉类 啥都不吃 我做不到 没关系啊 你要是信医生的 你就跟着医生去做就好了 如果你要想学壁谷 那就好好的去学壁谷的 前的准备功课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要纠结 你喜欢什么 你就跟着什么走就好了 记忆感接纳乐观 问我爱紧张 不会爱自己 导致自己紧张 恐惧 血压高 但是又不想去医院找医生 现在身体不舒服 就是做大爱出去锻炼 我相信自己的身体 有自愈能力 这样想对吗 对 这样想非常对啊 就是什么呢 讲到这儿 我想起我自己 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 第一次上直播的时候啊 当时呢 因为说实在话 内心还是有些紧张的 然后在上直播这个时候呢 直播之前呢 我一直开玩笑啊 我有时间自己给自己开点玩笑 开什么玩笑呢 我自己开玩笑 我叫不紧张 我叫不紧张 哎 当时开播期前呢 自己念着啊 我叫不紧张 还觉得挺好玩 哎 觉得自己哎 那个那心态放的还可以 挺平和的 但是呢 结果呢 一打开直播 手心就冒汗了 还真是紧张了 就为什么突然想起 我这个好玩的事情呢 就发现 随着这个直播的 开的次数多了之后 会发现什么呢 就越来越不去在意他了 到点就开 然后呢 该期前该准备的功课 就准备功课做好 这个时候 哎 发现再开直播的时候 就越来越自然了 再也不会出现这种 手心冒汗的紧张感了 其实就像我们的生活中一样 像你的问题 我爱紧张 那么下次呢 在直播课堂中 我希望 或者说我给你个小建议 叫什么呢 以后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描述 为什么呢 嗯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你喜欢看书 或者喜欢学习的朋友 可能都听过心想事成 这个词 就是什么呢 其实心想事成 在我们的生活中 它是真实存在的 那很多朋友说 哎 我想要更多的钱 我想要更多的幸福 为什么我没有呢 那么要问问你自己了 为什么呢 你问问你自己 你每天到底是 内心是非常富足的 还是非常贫乏的 比如说 你买菜的时候 你是习惯去买贵一点的 好一点的菜 还是买便宜点的 打折的菜 但是如果你的习惯 是买便宜点打折的菜 内在的 你的心想的是 你没有钱 所以说这是核心 就是说心想事成 它是两面性的 关键在于 你每天想 什么想的太多 你是想没钱太多 你还是想有钱太多 就像这个一样 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 以后不要用这样的描述 不要说我爱紧张 如果你要经常性的 习惯性的用 经常告诉自己 我爱紧张的话 你就发现你生活中 遇到任何一件小事的时候 你就很自然的 就紧张起来了 所以我们 有时间开直播的时候 我经常会说什么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 棒喝的方式 比如说有的朋友 可能问题比较多 我们有的时候会开玩笑 说你看你每天这么多问题 说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就是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人 就是一个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 这个老固有问的多了 然后我们这样回答的多了 发现它身上好像变化不多 因为它每天都有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有一天突然我们 做了一个小小的转换 小小的改变 当然了 他问的来的多了 次数多了 大家也熟悉了 这个时候有一天 突然就讲了一个 小的改变 说什么呢 你看 你身上也是有改变的 但是你每天 这么多的问题 这么难受 然后我们该教你的方法 也教了 该给你这个棒喝 也棒喝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咱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就是说每次你来的时候呢 你先来分享一下 你学习之后 有在生活中有的收获 你感觉到美好的改变和收获 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改变 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他再来到直播间的时候 每次都是先分享自己的收获 随着他分享的越来越多 过了一段时间 他那种状态 好的状态立马就来了 发现他再来的时候 他没有问题了 他只有好的分享了 你看 这个习惯真的就是一念之转 我们很多时候说 我们生活说 这个很多东西是难以改变的 其实不是 很多时候就在于 我们思维习惯的一个转换 通过这样一念之转 然后再通过我们日常的练习 你会发现 习惯还是可以改变的 重点就在于 首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念 然后再配合一段时间的练习 我们会发现 爱真的会越来越好 育儿大心问 子宫肌瘤会治愈吗 首先给大家说 我们在这里 闭谷直播课堂呢 只是教大家闭谷 我们这里不治病 当然了 也有很多老鼓友在分享的过程中 说 我的这个胃痛好了 我的这个骨骨头坏死好了 或者说这样或那样的疾病好了 但他们好了 通过闭谷的学习 他们好了 他们其实内在的不是简简单单的 只学闭谷就好了 而是什么呢 他们通过闭谷课堂的学习 他们改变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生活习惯 一些思维习惯 和身边人相处的模式的习惯 通过那些习惯的改变 他们的疾病才获得了改善 所以呢 在这里 再次 给这个新人朋友 强调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学壁谷 一定不要冲着别人说的话 人家通过壁谷胃病好了 那么我有胃病 我就冲着治未病来学习壁谷 这个时候 有的是很多时候 因为你对疾病的 强烈的想好的愿望 会障碍你学壁谷的过程 你会比较着急 你越着急 你越学不到我们壁谷课堂 讲的壁谷心法的精髓的东西 这个时候 你反而会阻碍你的学习 就像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 说什么呢 壁谷营中经常会告诫大家一发 我们要有心练功 无心成功 当我们恨病好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落入 有心成功 无心练功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反而会阻碍我们的学习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习惯 包括什么呢 我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个孟母三迁的这样的一个典故 就是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呢 其实核心就在于孟母在教孟子的过程中 她发现我们身边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习惯 所以呢 她为了给孟子带来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她不断的去签 就是不断的搬家 最终给孟子创造了一个好的习惯氛围 所以呢 最终成就了孟子的这个伟人状态 孟快乐小草说的好好学 学着学着就知道了 壁谷不是不吃饭 是告诉我们怎么去爱 去生活 啊 快乐小草说的非常好 对 其实我们看似 老骨友都知道啊 我们虽然在这里给大家说 我们是教大家壁谷的这样的一个壁谷课堂 但其实内在的核心 我们在这里是教大家怎么去爱 去什么呢 去怎么学会爱自己 通过学会爱自己 然后学会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的老公老婆 爱我们的孩子 爱我们的老人 然后呢 当我们内心充满爱的时候 当我们的爱满自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到处都充满了欢声效率 就像我一样 我上大学的时候 十几年前就20多年了 我大学毕业就20多年了 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不一样 上大学大概大学一年级的下半期 然后呢可能有点水土不服 或者说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家是河南南洋 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还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淡一些 包括我们偶尔的在家里面还会喜欢一些什么呢 甜食 然后呢我上大学的时候 从河南的南洋来到了陕西的西安 然后到西安之后呢 西安的饮食以酸辣为主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 特别印象在我印象印象里面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次 出校门去吃什么呢 去吃 吃豆腐脑 就是说在北方啊 北方人的习惯 就是早晨很多人习惯于吃豆腐脑 然后第一次去吃豆腐脑 然后看到啊 校园外面有卖豆腐脑的 哎呀 觉得特别亲切 想去吃一碗 这个时候啊坐到这个小摊上 要了一碗豆腐脑 结果呢老板把豆腐脑端上来 一下傻眼了 怎么傻眼了 因为在我们老家的习惯里面 豆腐脑是配白砂糖吃的 但是呢那天早晨呢 老板把这个碗豆腐脑端上来的时候 却看到豆腐脑里面浓浓的酱汁 然后呢 豆腐脑的碗面上还飘着 厚厚的一层辣椒 哎一下就傻眼了 说这边怎么这样吃豆腐脑啊 呀刚开始说实在好 吃了几口 真的是特别的不舒服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生活习惯的巨大的反差 大概到大一吧 大一的下血区开始 就开始有了这个胃痛 偶尔的会胃痛 后来去查查查就有了这个胃十二指肠溃疡 然后在这个从大一开始 这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断断续续的这个胃病一直都没有好过 就是什么呢 在生活中慢慢的就变成了生冷 吃点凉东西 吃点生东西 胃就痛 然后呢 家里面的这种胃药 几乎市面上能看到的胃药都吃了个遍 所以说家里面的胃药从来没有断过 像什么利诸德勒呀 什么胃壁治啊 包括什么还有反正多了啊 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名字了 就是什么呢 几乎每次胃痛就赶紧吃药 然后吃那么两三顿药 可能就好点了 但是呢 通过自己壁骨的学习 只是经过两次七天的壁骨 自己的胃病就彻底好了 现在酸辣甜包括什么呢 这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吃多点 或者说几顿不吃都没事 就是什么呢 这核心不在于什么呢 这背后的核心就在于什么呢 我们通过壁骨心法的学习 我们明白了胃病背后深层的心理原因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造成胃病的不仅仅是生活的一些习惯 背后还有一些我们思维的习惯 都ti гор Nay 优优独播微博 明镇 对